好,同學,我們知道周期波是不是你的手不斷這樣晃,就會產生一波嗎,對不對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周期波的幾個基本的概念 好,首先呢,這個是一條... 這是我們拿來做抵騰點,對不對 好,來幾個重點 這個叫什麼呢? 波峰,對不對 叫波峰 那這個叫什麼呢? 波骨,對不對 好,OK 那,第一個 我們要註解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叫做波峰 波峰的代表為什麼呢? 浪達 浪達 這是一個...應該算是希臘文 浪達 跟什麼?阿達,阿達,阿達,阿達 對,這個一樣 好,那請問 什麼叫做浪達? 定義是什麼? 波峰到下一個波峰,對不對 相比兩波峰之間的長度 所以呢,這邊的長度就是一個浪達,對不對 就是浪達 或者是什麼呢? 波骨到波骨也是一個浪達,對不對 好,所以浪達就是... 你可以說是波峰到峰 你可以說是波峰到峰 好,或者是什麼呢? 補到... 相比的兩個波,齁 就是...好,那不會... 我可不可以這一點呢? 如果這一點呢? 這個正好是往下的地方 請問他另外一個 跟他重複的是在哪裡? 是浪達到哪裡? 到這裡,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如果認取兩點 會形成一個浪達呢? 也可以,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一定要這邊啊 那只是告訴你基本款 那你可以變化 或是從這邊到什麼 那這邊也可以,對不對? 所以這叫浪達 那浪達呢,它是一個波的什麼呢? 長度,對不對? 好,它的單位是用什麼呢? 好,我們用公分來勇射 好,所以這邊有幾個浪達呢? 如果從頭到尾的話 幾個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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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到這邊就是兩個浪達,對不對? 好,這裡到這裡一個浪達,對不對? 這邊到這邊一個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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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總共有幾個浪達 好,所以這個長度就是二浪達 好,浪達 好,那麼呢,還有一些長度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政府怎麼算 政府怎麼算 政府怎麼算 政府指的定義是什麼? 平衡點到波峰 平衡點到什麼? 波幅 所以這是政府的意思 好,政府 所以政府呢 政府可以用AI表示 是一個平衡點 它也是長度 它是由平衡點到波峰 那請問一個完整的波 有幾個政府? 四個 四個 上、下、下、上 對不對? 四個政府 這要記得喔 一個完整的波 有四個政府 好,接下來講的是 我們這次復習喔 接下來講的是 所謂的週期 什麼叫做週期? 週期就是 完成一個波 所需要的什麼? 時間 完成一個波 所需要的時間 好,一個 完成一個波 所需的時間 我們有說過 生活當中有很多週期 寫的東西 日、月有週期 對不對? 人的生命也有週期 生老第四 好,所以呢 週期要怎麼表示呢? 同學 就是 做一次要怎麼樣? 要多久 對不對? 一次多久 好 那做一次多久 請問次是放在分母還是分母? 分母 一次嘛 所以 一次 多久 對不對? 所以上面是放什麼? 時間 那通常週期的 就是幾秒 對不對? 多少秒 對不對? 好 一次幾秒 那通常我們會打一次怎麼樣? 省略 所以 週期的定義就是怎麼樣? 就是 多少秒 可以嗎? 我們用T還要數嗎? 大寫T Time 你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忘記 週期的定義講那個T 就是Time 多少時間 好 比方說這一個波要四秒 這樣子甩一下 要四秒 好 所需要的時間叫做 T 好 好 那第二個呢 同學 還有跟 還有跟 或相反就是 跟週期相反叫什麼? 叫頻率 頻率的定義是什麼呢? 對 一秒幾下 對不對? 每 一秒 不一定要一秒啦 你也可以是單位時間 可是我們會用秒來當作計算 你可以說一分鐘拿幾拍 對不對? 像這個音樂課就是用拍子是用一分鐘還算而已 好 比方說六十八 好 一分鐘六十八下 好 它就五分鐘 不過我們物理比較常又是一秒鐘 所以每一秒呢 做 幾個波啊 做幾個波 好 所以它的定義應該是什麼呢? 是 一秒鐘 幾次 對不對? 那也是一樣 我們會把秒省略 好 那就直接寫次 好 就是次的一次 幾次對不對? 那這個又給我什麼單位來表示呢? 赫茲 為什麼要赫茲這個單位呢? 要紀念誰呢? 一個人叫做赫茲 一個德國人 好 他是 他是研究無限電波的 好 所以因為有他 我們才會有現在的手機 好 所以赫茲 好 不過他很早就過次了 好 因為 有一年早期 有一年早期 好 那同學請問周期跟頻率有什麼樣的關係? 互為什麼? 互為倒數 互為倒數 所以 t會等於f分之1 或者是f等於什麼? t分之1 這個頻率有的代號叫做f frequence 就是f 就是多久級 頻率的意思 所以這兩個相成會等於1 知道嗎? 好 所以這是關於週期跟頻率的關係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波數 好 好 波數呢 來這是新的概念 同學要開始注意一下 波數呢 我們的代號是用什麼呢? 用VI表示 V就是 velocity 那英文就是一個速度的意思 好 那你這樣一個波呢 他們會 往前跑 會有速度 好 所以我這樣甩一下 波會讓它跑出去 就是波數 那速度怎麼算呢? 同學 如果你有學過速度 應該怎麼算 距離出於什麼? 時間 我們說我們開車 時速50公里 對不對? 一小時跑幾公里 50 所以波數呢 其實你不用10倍 你這樣計 上面放的是距離 對不對? 下面放什麼呢? 分母放什麼? 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 速度的公式一定是這樣 距離出於時間 好 那請問波長 周期 頻率哪一個是屬於長度的? 波長 就是一個波的長度 一個波 做一個波的長度 就是跑的長度 跑的距離 所以 其實距離就相當於波長 你做一個波 它跑出去的長度 用LAN打表示 好 那時間怎麼呢? 做一個波 需不需要時間呢? 需要的 那區域的時間是什麼? 就是做一個完整的波 一個波 前進所需要的時間 對不對? 跟一個波的長度 前進一個波的長度 就是距離 對不對? 一個波前進的長度 就是波長 對不對? 然後一個波 前進的時間 就是什麼? 一個波前進的時間 就是周期 對不對? 所以底下就要什麼? 周期 好 所以呢 波長 除以周期 就是時間 然後距離 除以時間 就是什麼? 波數 那一位同學 周期跟頻率 剛好有什麼? 導數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怎麼寫? 它可以寫成 F 成什麼? Line 因為 T分之一 不就是F嗎? 就一秒鐘 因為你看喔 頻率不是一秒鐘 做幾個波 對不對? 其實你這樣理解嗎? 一秒鐘 做了好幾個波 那一個波有多長 不是相當於一秒鐘 跑多遠 對不對? 懂意思嗎? 一秒鐘 我如果一秒鐘呢 我一秒鐘 跑了 跑了幾個波呢? 一、二、三 跑了三個波 一秒鐘跑了三個波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個波又這麼長 三個波長 所以我就會得到速度 所以呢 速度的單位呢 或是什麼呢? 每秒 幾公尺 或幾公分 對不對? 可以是公尺 一秒鐘跑幾公尺 如果你波長是用公尺來 表示是每秒幾公尺 或者是每秒怎麼樣? 每秒幾公分 所以 V等於什麼? T分之Line 或等於什麼? FLine 都可以知道嗎? 好 這就是它的公式 好 那有幾個重點要補充的 就是 當你這個波在前面的時候 有的公式不變了 波在傳遞的時候 頻率不會變 但是波速怎麼會改變? 因為你從空氣跑到水中 會怎麼樣? 速度會變快 因為水的傳播速度比較快 所以你這邊記一下 波 波速 第一個 相同介指波速不變 相同介指 相同介指 波速不變 所以你一條繩子不然甩很快 還是慢慢甩 那個波速都一樣 只是你頻率會改變 但是其實波速是一樣 第二個是 波在傳遞中呢 頻率不變 所以 就是從空氣傳到水中 或是 或是從木頭傳到鐵的過程中 傳播的時候呢 頻率是不會變的 頻率不變 所以每秒這種100下 就要傳到水裡變 每秒的震動一下 100下 不會改變 但是速度會改變 好 所以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好 明天再次開些例子 長得 謝謝